他給Excel最好了,因為他會嘛 那假設說我今天 我的Database就在SS SS應該不會算很困難的東西 那我只要,比如說 前端的需求是這樣子 我只要什麼呢? 我不要這麼多東西 你這些東西全部給我的話 我光看我眼睛就花了 我只要什麼呢? 產品名稱 處理器種類 處理器速度 還有 最低價就好 因為客人不會管你最高賣多少 他說你最低可以給我多少錢 那我只要知道這幾個訊息就好了 OK,四個欄位 其他不要 那怎麼辦呢? 第一個當然 你可以在查詢裡面做 因為查詢可以在篩選 你可以 像我用蠻多的 我現在查詢先篩第一階段 那查詢裡面還可以再篩第二階段 在第三階段 甚至你在查詢裡面可以先把 我剛剛講的四個 種類的欄位先篩選出來 然後呢,我可以在 查詢裡面再查 比如說 這個查詢裡面就是查到Acer的資料 這個查詢就是HP的 這個查詢是ASUS 因為我直接就開就好了 我也不要再下任何條件 比如說讓User點一下 Acer就Acer出來 那這種方式查詢裡面還可以再查詢 那這個有點像是那個SQL裡面有個 有個什麼 Stone procedure 類似那種東西 你可以schema 或者類似這種東西 已經預先寫好的 你不用說 還要再去 要的時候再去存取 浪費時間 直接 直接可以得到 那查詢的地方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在這邊商品名稱打開來 然後 剛剛我們這個設定好像 選項它會影響到全部 所以我剛才把這個大小縮小了一點點 OK大概大概14左右 那我需要的欄位是哪些呢 名稱 處理種類 速度 最後就是一個 最低價 大概這個四個欄位就OK了 其他我不要 好了 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要查詢的時候 比如說 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要讓他給他一個條件 你先停在準則裡面 也是用like 因為名稱一定是文字 所以請你在這個地方 下一個 條件叫like L-I-K-E